是不是也要用這種 有這種 就是說世代之間 也變成是一個我們要去 就是說去過度去渲染的 就是一個可以思考的 那所以老人就業率跟青年就業率 它比較經常是正相關 我剛剛提到的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可以 在進一步驅呼的就是說 各國的研究發現說兩個是 老人的就業率好 青年就業率也是越好的 但是它基本上都是 以一個國家的老陸市場為範疇的 所以那個秉是可以做大的 那個秉是可以做大的 所以這個秉做大的 老人找工作也簡單 你今天找工作也簡單 它不一定是衝突的 但是如果這個秉是不能做大的怎麼辦 像剛才前面校長提到的 那如果說在某一個特例 尤其是在一些總顧用人數 我們就叫徐大老師好了 很簡單 這個總顧的這個雇用 誰就是這麼多 出去一個才能進來一個 出去一個才能進來一個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 我們剛剛看到的 前面那些西方國家的發現 可能跟這個得到的結果太一樣 這個就很明顯 明顯 確實就是這麼多 那可是 世界各國的那個研究 它發現 那個是整個老陸市場 它的比例是可以大 但是這個比例是不能大 那所以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那我自己 就是說 在一些 有機會去發育這個場合 大概我的想法 大概都是一樣 就是說 我自己是不認為說 應該把哪一個特別的行業 比挑出來 那你去從事什麼工作的時候 你的年輕應該有什麼特殊的對待 好 基本上面 我就回去思考說 退休金的意思 什麼意思 這個制度 它定位是如何 當然可能很多不同的各家 各個 這個不同的理論這樣 那台灣好像我們 以軍工價為例 好了 好像我們把這個退休金 它是一種工作的籌賞 資深工作的籌賞 你工作了幾年 就可以領退休金 所以如果你很年輕了 進入勞弱市場 你很年輕就可以退休 即使你還有工作能力 還有賺取所得的能力 但是在一百年前 大家開始思考 年輕這個制度起源的時候 它很重要的說話 比如說 人到了某種年齡的時候 因為工業化的發展 他在勞弱市場 他不太能夠靠自己賺錢的 所以他需要有一個 所得的來源 那所以從這個思維去看 年輕這個制度 我們退休金應該是給誰來領 是給沒有辦法 靠自己賺錢的來領的 那從這個角度去看 如果你還可以繼續賺錢 你離開了這個工作機會 你還可以繼續 有另外一個所得能力的話 那是不是你的年金 該怎麼去看待它 那我們看西方有些國家 包括美國戰略 他們處理方式就說 如果你離開這個工作機會 你也做得夠久了 年也夠大了 那你是有資格去領 某一個相關程度的年金給付 但如果你還有其他的工作能力機會 不管你是做什麼 我都鼓勵你 但是你去那邊賺一塊錢 你的退休金就少一塊 不管你去哪裡賺都是一樣 譬如說是這種方式 我們現在的事業給付就是如此 我們現在的事業給付就是說 你符合 你投保老婆投保一年 然後你失業 廢製的事業 你可以領六個月的事業給付 但是這六個月 不是每個人都要等六個月 你三個月就找到工作了 那你 就是說我鼓勵你三個月 就提前找到工作 但是我後面三個月就少領了 但是我給你提前就業的獎金 所以我這個事業給付的目的是 你最常可以領六個月 最多是可以領六正 但是也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領足這個 那你有特殊條件 我到六個月就找到工作機會了 你有別的所得來源 那所以事業給付 事業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去做這些調整 那我是覺得說 這個樣的一個方式 自己上面是可以把它思考 他在年輕整部這個方式 那我也覺得說 我們現在好像社會上有些 有個說法就是說 為什麼工業學校老師到市域學校去 特別不行 因為市域學校他拿到國家的補書 那他們到明天居購去 他到局域來說 他到這個台積電到這個鴻海區 這台積電鴻海 他沒有得到國家的租稅優惠嗎 搞不好更多耶 這大學補助一年搞不好幾千萬了不起 這大學一年得到政府的租稅優惠是幾十億的 那難道他為什麼 那個得到政府幾十億的租稅優惠 雖然不是給他幾十億 他是少講了幾十億嘛 只是沒有拿 不是我給你而已嘛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一個特殊的行業 別拿出來 我覺得這是沒完沒了 那事實上我們是可以參考一些國家的做法 就是說 是不是 如果說這個人退出勞動市場 他還有賺取所得能力的時候 他原來的那個年金的這個給付的權益 他是不是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去重新做一個思考 那回歸說 那退休金這個概念 退休金這個制度的意涵 是不是 可以去重新再做一些討論 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是不是 就不會有一個特殊的行業又被跳出來 好像是一個 去承擔這個制度的後果 那這樣子也 另外一個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在討論這個世代的問題的時候 那也不會 第一個不會特別震在哪一個 是族群也造成階級的這個爭議 另外一個也不會造成這個 世代之間的這個 比較很多不理性的一些討論 以上是簡單的一些淺見發表 謝謝各位 非常謝謝副老師 用這個西方的今天的研究結果告訴我們說 這個老人的就業率跟青年的就業率其實是有增加到的關係 那另外那個副老師也告訴我們就是說 他的反思的結果就是 如果已經退休可以領年輕的人 他如果有另外一個高齡的工作機會的話 也許我們應該再設計一道制度 讓他不會逸臉這一個連結 那接下來你們請見了我們老師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就因為最近期末時間很改 我就沒有準備了 不過我首先 我有大概四點個人的淺見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在一個多禮拜前看到那個題目 就是我們這場 比如說提升青年世代的就業率跟年金制度的改革 是不是有一些毛個改革的提出 那所以我第一點要談的就是說 所謂青年的就業率要提升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說那我們要回到什麼叫就業率 那一般會有一個迷思說 就業率要提升 那就是失業率下降 一般人會認為這兩者必然是 有直接的相反的反向關係 可是事實上並非如此 就是說為什麼 就失業率下降 那失業人口少了 可是失業人口少了 他未必會變成就業人口 就有一部分失業人口 他可能會變就業 可是他可能不是就業 那他可能會變成什麼人口呢 我們一般會說他可能變成 非勞動力人口裡面的所謂確制工作者 就是說那這個在青年的現象裡面 特別的值得關注 為什麼 因為各國都一樣 就是說青年的 就是我們所謂確制青年 都佔了相當的比例 相當的比例 那什麼叫確制 什麼叫確制 英文是discourage worker 確制的定義照愛羅國際老公主這個定義就是說 他有工作能力 有工作能力 他的定義就是幾個要 第一 這個人有工作能力 但是他 那你問他說你想不想找工作 他說我想找工作 但是你如果再去觀察說 你有沒有真的去找工作的行為 沒有 那符合這幾個定義同時符合 國際標準就是叫確制者 那確制者在 我剛剛前面講 確制青年在青年的人口裡面佔相當的比例 那大概是多少人呢 如果照主計總署的調查 去年的資料你看 15到24歲的確制青年 大概有一萬八千人左右 那25到29歲的確制青年大概是 兩萬千人左右 那如果我們 所以如果我們照國際標準 那如果照國際標準青年的定義 是指15到24歲 所以如果照這個標準的話 可是我們台灣社會很多都說 25到29也是青年 那如果我們先不管怎麼樣 如果就算把29歲都放進來 我們也是4萬3千個確制青年 那4萬3千名確制青年 跟超過12萬多快13萬名的失業青年來比 老實說只有不到三分之一 將近三分之一 就是說相對 他確實是一群人 大概佔了三成 他相對少 那這個有什麼意義就是說 回到我們這個主題 我剛剛講的第一點就是說 一般人認為失業人口減少 失業率下降 讓就業率就會提升 我必須要說很多的情況下未必 兩者未必是相反關係 那關鍵點就是說 有一些年輕的失業者 他會不會他變成 他去找工作找了一段時間 他確保了 他退出勞動市場 不再有找工作行為 這時候他變得確制青年 那當確制青年的人口數越來越多 那麼就算青年失業率下降 青年的就業率也未必會上升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 很多人會有的一些所謂迷思 就是說 所以如果要提升青年就業率 必須要同時做到兩件事 第一個 青年的就業人口減少 第二 而且確制的青年也要減少 這兩件事必須要同時發生 如果它不是同時發生 那青年就業率就未必會上升 這是我要先對這個題目做一些個人的潛艦說明 好 那我們說這個跟年金制度的改革有什麼 我就回到我前面講 因為確制青年要減少的重點是 為什麼會變確制 一般認為會有兩個原因 就是說他找工作找了很久 這時候他是失業者 有找工作的行為 這時候他還是失業者 那如果他沒有找工作的行為 他就變成確制 那時候老師你講了這麼多確制 這麼奧口的話 用白話講 我們通俗一點的話 有沒有形容是有 我們台灣社會非常喜歡用幾個 有點貼標籤污名化的名詞在形容 確制青年 就啃老主 可是我正式要說的第二個迷思 抱歉我多發念時間 我們台灣社會完全誤解了 把他混淆了 混淆在哪裡 我們說某一個年輕人 那個還一直沒有工作 他在家裡面靠爸爸媽媽養 這是啃老主 甚至靠爸主都出來 最近不是那個很有名的藝人 他的兒子 女性主持人 他也出問題 我要講的是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混淆 誤把確制青年當作失業青年 是嚴重混淆 為什麼 因為確制青年是非勞動力人口 他已經退出勞動市場 退出勞動市場就不能夠納入 失業人口 失業青年的計算範圍 因為失業者是有尋職行為的 他是勞動力人口的一種 所以確制青年 啃老主 啃老主他是非勞動力的 他已經退出勞動市場 他不能夠算在失業青年裡面 可是我們台灣社會 都把這兩個混為一談 說混為一談的嚴重後果是什麼呢 這兩種人的性質跟他的問題特性完全不同 當你把確制青年混為失業青年來談的時候 你就把問題診斷分析錯誤了 事實上各國政府都一樣 這兩種失業青年跟確診青年 都是需要協助的青年 可是他們的問題不同 所以方法也要不同 這是我要再理解 然後說回到問題 那那個青年的計算力要提升 跟退休制度改革有沒有什麼矛盾 我回到就是說 確制你要把它減少的話 確制為什麼 其實找工作找很久都被拒絕 都找不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很多景氣差沒有工作機會 他很難找 當他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他退出勞動市場 不再找的時候變確制 所以我們一般會擔心說 你要把確制減少 讓就業率能夠提升的話 那就涉及到說 是不是這個 不要讓失業青年變成長期失業青年 因為一旦他變長期失業青年 那麼他很可能找了很多 他變長期失業之後 他可能某一個時間點他就退出了 不再找工作了 好 那所以第一個我要講 延續這個就要講 好 那我們的台灣的長期失業青年 到底嚴不嚴重 這個是輿論比較少討論 我們輿論現在最多就討論到說 這個青年失業率很高 13% 可是我要說 那個廣告詞 我不知道剛剛說 那個廣告說私事有兩種 我要說失業有15種以上 失業人口有15種以上 那最嚴重的在我看來就是長期失業青年 甚至呢 我的天野調查發現台灣已經出現了 超長期失業青年 這都是我國際定義標準 長期失業青年照IDO標準是連續失業一年以上 那超長期失業是連續失業4年以上 我的田野調查裡面發現了非常多失業 4年以上的超長期失業青年 那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 如果照主機總署的調查資料 我們台灣的這個長期失業人口 以上個月來看 是7萬7千名 長期失業人口 那7萬7千名裡面有多少年輕人 有多少年輕人 總共有 如果是29歲到15歲 我們用大範圍的青年定義的話 有25000人 25000人佔7萬7千人等於是三成多一點 那這個已經是歷史新高數字 而且已經維持兩年了 就青年的長期失業人口 占所有長期失業人口 都是歷史高峰 都已經是最高的一群人 我們一直還停留在 輿論的觀點一直停留在 中高齡就是長期失業不對 中高齡佔長期失業人口的比例 比青年佔的比例要低 已經是三年以前的事了 連青年長期失業者 占所有長期失業者最高比例 已經是很久的事了 已經兩三年的事了 好 那最嚴重的是 這25000名青年長期失業裡面 有17000名之多是 所謂初次尋職的長期失業經歷 用白話講什麼意思就是說 他畢業了 出了學校 他找工作已經連續找了一年都找不到 有17000名 17000名佔25000名青年長期失業者 這個比例已經是超過2%了 我覺得這是最嚴重的這個問題 那你說到底跟我們這有什麼關係 有 回到剛剛那個傅老師講的 說跟那個延退不必然有直接關係 我也有何種程度同意 可是我要講的角度不一樣就是說 當我們發現青年長期失業的人數 是歷史高峰 25000名 而且其中有17000 3分之2是初次尋職 這代表什麼意思 然後再加上我們剛剛看到 我剛剛說43000名 29歲以下的是確制青年 這兩個數字都是歷史高峰 這兩個數字我們把它放在一起看的時候 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的青年就業力要提升是很困難的 是很困難的 很困難 那如果又加上了這個年金制度的改革 我說年金制度改革不必還是主要 讓他青年失業問題 特別是青年長期失業主要惡化的因素 可是我想有間接的推波助燃效果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主要因素還是整個這一個我們的確制青年 跟我們的長期失業青年的人數都是歷史高峰 第二點我要講 所以我們現在的 照我看來我們台灣的年輕人現在面對三個最大的 勞動市場帶來的社會風險 第一個就是長期失業 我們的青年的長期失業風險是非常高的 是歷史高峰 我長期追蹤這個青年就業失業問題是歷史高峰 就最嚴重的時間點 那這個我們的青年的長期失業超越中道理的長期失業 是從哪一年開始 2006年的10月那一月開始 然後歷經的金融海嘯這年8到09年更嚴重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很嚴重 那青年所以第一個是長期失業的風險非常高 第二個青年面臨的風險是什麼 就是勞動市場彈性化 彈性化用白話講就是年輕人他被迫 他出了學校 他被迫去做各種不是正職的工作 比如說Part Time或者派遣或臨時工契約工 那到底有多嚴重呢 我們主技術的資料告訴我們說 以去年來看15到19歲的青年做主要的三種非典型工作 就是臨時看跟看見的比例高剛好50% 15到19歲的年輕人做非正職工作的比例剛好50%一半 那時候是這沒關係他們大部分都學生在打工 打工當然是這麼高嘛 那如果我們來年齡往三年20到24歲 20到24歲每100個20到24歲有工作的年輕人裡面 剛好20%他做非正職的工作20% 那時候是孩子他還是 22歲還是在大學讀書 那時候23 24歲 我剛說20到24歲也十一半啊 那我們再看25到29歲 這大部分都已經畢業了 他每100個做有工作的20到29歲 有幾%是在做非正職工作呢 數字稍微低一點 可是還是令人很一案 比例也是高達17% 17% 這裡面這幾年最嚴重是做派遣的青年越來越多了 那知道這個是非常沒有保障的 而且是薪水都是不同功同仇的 好 那這個跟年齡制度有很大的關聯 就是各位 這一些非正職工作的年輕人 雇主願意幫他投保勞保的比例是變低的 換言之他們是在被雇主有意或無意的拒絕為他們投保 因為投保一定要雇主投保 所以換言之當他們被投保的時候 年金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天方夜譚 所以我必須要 那你說有數據有 然後我會的調查告訴我們 抱歉我講得太慢 然後我會的數據告訴 做partime的年輕人裡面 只有46%雇主幫他投保 partime 那做派遣的青年 還有這個是沒有調查 partime只有46% 換言之沒有投保 那年金對他來講是天偏的彩虹 不但年金沒有 各種的勞保保險都是沒有的 那這個問題 換言之我要強調的是 我們現在在談年金改革 其實並沒有從 如果我們從年輕世代面臨的 社會集體的風險來看 我們的年金改革這一波並沒有去 因為主要是財政問題 所以當然不會去考慮年輕人面臨的這些 彈性化勞動市場的風險 就這麼多比例在做 年輕人在做非典 那第三個 第三個這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這一個 我們現在年輕人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低息 低息 這個風險 那在這一波裡面也沒有為年輕人造型 我們的老老會一直告訴我們說 然後勞保為什麼要改革 因為財政不好 財政如果 勞保如果倒掉的話 那以後的年輕人都不受任何保障 他好像是為年輕人在著想 可是事實上 我們要知道 我們照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矛盾 就是他脫離了事實 就是說 照主技術去年底公佈的數字告訴我們 就是說 我們三萬塊以下的年輕人 三萬塊以下每個月收入的佔了62% 那其中15000到19999塊的年輕人 佔的比例是超過兩成 所以換言之就是一個普遍的低心區 那低心區是跟年輕制度改革有什麼關係 我們的費率已經告訴我們要逐年提高到18% 所以我們試想一個真實很可能發生的狀況就是 年輕人他低心 62%是領不到三萬塊 那他的費率要逐年提高 他每個月的未來逐年每一個月 年輕人的每月可持際支配所得會越來越少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這個勞保費的繳交的負擔對他來講是越來越重 越來越重 那如果我們再加上他還有譬如說健保 或帶健保 甚至還有這個稅金 就我們的年輕人可以預期的是在低心化的這個大核風險區之下 年輕人每個月扣掉各種保險 各種的稅金各種福利金 他的可支配實際所得是會越來越少 那這個對年輕人來講 換言之他是一個沒有辦法滿 他能夠滿足他基本生活需求的能力越來越低 這是一個可預見的一個趨勢 那總體而言我認為就是 我們勞保這一拖 因為他改革是為了財政改革 那財政的負擔減少 所以他忘記了一個勞保是一種社會保險 社會保險有一個最重要的政策目標 就是透過保險的方式來保障最大多數人 然後集體分擔最大多數被保險人的社會風險 那降低他們的社會風險 最後要達到什麼目的呢 就是要擴大社會團結 擴大社會團結 那社會團結如果不能達成 我們這個勞保做一種社會保險 他的最重要的社會意義功能是蕩然無存 那在這一點上顯然是沒有去考慮到 整個勞動市場的變化 對年輕人帶來的越來越多的風險 還有年輕制度改革 應該要呼應這種勞動市場風險擴大的問題 來做改革 那這一波顯然是沒有看到的 謝謝 謝謝憲哥老師跟我們提出的分享 那提到這個 目前青年勞動市場的現象 他很多的部署沒有 為將近一半的部署沒有 為他們的青年勞動者脫保 那也包含說青年低性化的狀況 如果我們在做勞保改革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遇到這個肺率的問題 是會實際的影響到這些低性青年的社會 好 那我們是不是請三位可以到前面來 就是看看大家 因為你們對三位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評論或者說意見 我想是不是我們這個時候提出 我想三位老師 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相信應該大家會有很多意見想要發表 各位信心大家好 我今年我八月年開始教授 我今年教授二十一年 看起來不像這樣三四十年 好 這個就是教育給我們一些摧殘 好 那我今天主要提到的是 因為今天提到一個 楊相提到 失陪的問題 那現在這一波的年輕改革 他很直接尋應的 要求老師要做延退 剛剛可能教授有提 雖然退休的 那個什麼 老年人的退休的時間 更是沒有 但是我們教育是一個封閉的市場 剛剛校長也提到 當我們面臨到延退的時候 那個新陳代謝 當事實在教育就會變得很延緩 好 那接下來如果假設 我們真的從七五到八五到九年的時候 那勢必上 會有五年的空長期出現 那我們知道這個失陪 這個單位 目前有沒有什麼因應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聽到 失陪單位對延退 提出你們反對的意見 好 這是我比較質疑的 第一個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失陪的工作的時候 那我們所培育出來的學生 那可能面臨到五年 是找不到任何一個工作機會的產生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如果今天是一個農家 他面臨到我的收成呢 五年賣不掉 這些東西全部可能會變成怎樣 堆肥又回到我田裡面去 那是不是適度考慮一下 那我們乾脆這五年就修根 那我們的失陪是會不會因應這樣 我們就五年做一個 五年的失陪修根的工作 好 感謝 謝謝 謝謝 當初在你這個子題的時候 真的是考驗老師 因為直覺上會覺得是 這是有關係的 那前天我到大學大學 去為了那個帳化地區那個 校長處心班 處心課程 那個主持的教授就先恐嚇我一下 因為你們這個說公校退休到私校去 要停點部分 我們公校的教授通通不退了 通通不退了 不知道誰會來抗議 他暗示我們某些東西 那也是一樣如同 副老師說的 如果是在封閉的 或者是單一的特定職業 會不會有那種公車 前面前面沒有一個人出來 後面擠不進去的問題 可是我們真的不想要載話層次 因為用這樣子 然後用民調來調查說 國人都喜歡年輕化 或者是用因為沒有新陳代業 所以就恐嚇私培 是不是 你們不用再培育了 就無名秀根 可是這個問題要有一個公道 就是包括副老師剛剛講的 第一個是用整個國家的勞動市場 第二個是說 這時候的整個全球的工作型態 會不會正在轉換成 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的工業革命 所以更多的文化工作跟在家工作者 無法被統計進去 可是因為每個國家都是正相關 真的讓我覺得說太神奇了 所以我們的假設可能 是有問題 那假設本來就是要讓大家挑戰 所以謝謝老師替光動作 提料 謝謝 我們是不是再蒐集兩三個問題 然後再請三位 回答 好嗎 不知道各位還是大家累 到時候到現在了 謝謝主持人 有個問題想揪教於校長 但是, 回答 謝謝主持人 沒有,沒有, 沒 penny 謝謝主持人 有個問題, 保護的 我們還是在那種